各位弟兄姐妹,早晨 我是林于谦传道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反思 《路加福音》第四章1-13节 今天的信息是关于基督的试探 耶稣受洗之后,他被引到旷野 并且禁食了四十日 然后耶稣就饿了 在这个情况下,耶稣就受到撒旦试探 首先,撒旦试探耶稣将石头变成食物 因为耶稣刚刚完成了禁食 所以对他来说,其实这个是很大的隐诱 然而耶稣就用经文回答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耶和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之后第二次,魔鬼有试探耶稣 苦福去敬拜他 他说会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融化都赐予给他 那耶稣面对即将要来的苦难 其实这个试探,无疑对耶稣来说 其实都是很有吸引力的捷径 但是耶稣就以经文回答 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 最后,魔鬼就第三次去试探耶稣 就带他去到耶路撒冷圣城的殿上面 叫耶稣跳下去,试探天使会不会用手 去托着他 对耶稣来说,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试探 因为耶稣可以用这个方法 来证明他是尼赛亚 但是耶稣就用经文回应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那当魔鬼完成所有试探之后 他就退去 从耶稣的试探 我们可以学习到以下几点 第一点就是耶稣的试探 是包括三个范畴的 这个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里看到 写到 当我们见到耶稣所面对的三个试探 我们可以知道撒旦尝试从三个不同范畴去试探耶稣 而实际上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面对同样三种试探 肉体的试探 可能是指我们所面对的物质主义 眼目的情欲 可能是指我们的个人荣耀 而今生的骄傲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可能所有的个人骄傲 第二件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 就是在圣经里面 其实有两件事 是有关试探的故事 第一件发生在创世纪道 就是发生在首先的亚当身上 而第二件就是在福音书里面所记载 在末后亚当 即是耶稣的身上 那亚当和夏娃享受完封信之后 在伊甸园里面面临试探 而耶稣就是在禁食后 在旷野去受试探 有一个就未能够正确去引用神的话 另一个則就用经文回应试探 一个是悲剧 一个是胜利 一个参与在撒旦的计划当中 另一个就将撒旦的计划退去 一个是宣讲破坏 另一个就是宣讲救赎 一个就是使撒旦胜利 另一个就去宣告撒旦被摧毁 第三点我们可以学习的 就是没有人可以逃离试探 连耶稣都受过试探 然而受试探却不一定等同犯罪 耶稣受洗之后就面临试探 而试探也都是发生在他禁食之后 那我们见到代致撒旦的试探 有时会在经历圣灵工作之后出现 又或者在有力的属灵经历 即是一些很powerful的spiritual encounter后出现 但同时也都会在我们面对 最大的软弱时会出现 第四点我们可以学习的 就是耶稣向我们展示 他如何克服试探 他每日跟天父有亲密的关系 并且他熟悉经文 他也都尋求上帝的旨意 而不是他自己的旨意 那经文告诉我们 这次不是耶稣最后的试探 圣经里面说给我们知道 我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敲轿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日 那我们常常会发现 自己可能处于困境 誘惑 或者是考验里面 但愿我们每一位 落在试探的人 都能够认识神的话语 并且活出来 我们同时也都跟圣灵同行 去抵挡试探 也都在生命里面 我们所有的事情 希望也都好像耶稣一样 寻求神的旨意 最后让我们一起 祷告 天父上帝 今天我们来到面前 悔改认罪 我们知道自己的生命里面 有很多过犯 包括我们的说话 行为 或者是思想 我们恳求你 宽恕我们的罪 结症我们的罪 并且帮助我们 活得更像耶稣 我们也都知道 我们有很多时候 会跌倒 甚至到入试探当中 神恳求你 不要带我们遇见试探 但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手 求你在我们软弱时 兼顾我们 帮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 并且活出来 让我们跟圣灵同行 并且不受到诱惑 愿我们尋求你的旨意 天父 我们爱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